狂打公庙铁门 拿球棒不断挥舞 黑人暗夜抛到土地公庙 咆哮恐吓 就连警方到场 他们也不管 嚣张闹事 不知把警察当空气 甚至大喇喇从后门 登堂入室 窗进民宅 恐怖行径 吓坏居民 叫嚣完就走进来 直接开我的门 就这样进去 五六个跟着进去 就到后面 叮叮叮 事发就在新北永和 这间有三百年历史的 土地公庙 长久以来香火鼎盛 每年光明灯家 相有钱收入高达近三千万 没想到庞大利益 引来寄予 原本拥有公庙的在地派 指控被天道蒙美英会 掌控的未来派渗入 掌控基金会蚕食委员会席次 现在就连点个光明灯 都变成一座庙 分两边各自为证 暴力的行为 霸占了我们三百多年的庙 自从他们进来以后 整个地方都乱掉了 治安也乱掉了 他们一直排斥我们在地的 治安的问题的 民众会害怕 电话接不完 并没有人指使他来做这个事 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 就怕公庙被黑衣人继续指示 在地庙方人士决定 把主电关门锁起 没想到却在日 外来派大动作 怒控土地公被关起来 找律师道场开门 警方担心双方打起来 道场戒备 他只要到手来用 我们就已经到手了 双方互告恐吓 妨害自由 为了争夺三百年功庙庞大利益 成其冲突 量派势力 谁也不让谁 影响最大的 恐怕还是无辜行众 记者黄天堯黄玉兰 新闻市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